牡丹真颜色 花开动中国 引领中香花彩梦 美丽春风都是歌 大美真本色 花开动中国 点燃江山如花族 每朵绽放都在说 空走 我已走过 花开中国 每个幸福的面容 都是你的轮廓 为多幸福 来帮我 每年春天的故事 都是你的节奏 这段走秀啊 用四个字来形容 气势压人 用六个字来形容 美是一种罪过 因为它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白活了 太好看了 请三位女士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银发闺蜜的成员之一 我叫樊奇洋 今年七十岁 我身高一米七零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的李俊兰 今年六十五岁 身高一米六六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 我是来自乐退族闺蜜团之一张书珍 我今年六十六岁 我身高一米六七 这个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多簇拥者 一直是这一辈子也是美过来的 来来来 我年轻的时候啊 应该是一直就非常爱美 因为我呢也比较追求这种比较美 比较时尚的生活 来 张奶奶 我觉得我就是很注重这个自己的自身表现吧 还可以吧 我觉得 这个以前经常说一句话 女为月己之荣 其实这意思大概还是说 对于喜欢自己的人 我们要给他美 但其实现在有一种观念 就女人要取悦自己 不是需要通过别人来取悦自己 我买东西是因为我喜欢 我穿是因为我觉得舒服 我才不管谁谁谁喜欢我 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现在呢我们生活呢 这个时代呢是赶上好时代了 生活呢非常好 我们也都退休了 孩子们都大了 都成家立业了 所以我们每天呢就是高高兴兴地玩 然后有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然后加之我们现在身体状况特别好 大家看我 我觉得我不太像七十岁的人 除了头发白了 但是那个皱纹多一点 但是心劲还是很高的 自己美一点 给别人带来的是一个享受 您最喜欢自己 哪一部分觉得最美 他们都说我笑得挺好的 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说 她是个爱发如命的老奶奶 对头发特别喜爱是吧 说是说是坐在公交车上 生怕别人碰自己头发 为了让小孩子不碰自己头发 宁愿给小孩子让座 您跟我们说说这事 是 是这样的 就坐公交车的时候 这个车上多挤我都不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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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很吸引眼球的 那当然 就像梦露的一头金发一样 你看这一女人 她这个状态好不好 你看她说话 是不是还有少女的天真烂漫 你看她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 那你就干脆让她都摆了吧 就说明这心态不错 而且呢 作为一个主持人 以我的经验 在同时采访三位女士的时候 不能老是采访一个 得平均 要不然另外两个心里肯定在想 对 我们采访一下李奶奶 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 是不是工作特别 我事业心特别强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 因为我热爱工作 我一工作起来 我就什么烦恼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连老公都忘了 我就是一个工作狂 您最喜欢 您觉得身体哪部分 你觉得最漂亮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头发 就自己修 自己卷 完了以后 我就自己做发型 我一般是不让别人 碰我的头发的 那晚上睡觉 咋办呢 晚上睡觉没关系 那老伴也不能碰你头发 我这头发特别争气 就是我只要不洗 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也是喜欢自己的头发吗 我因为头发生来就少 我喜欢我的身材 身材 对 那时候呢 小脑袋是小嘴都不吃香的 现在呢 小脸上劲了 我反而成了优点了 因为一直注意那个 控制体重 怕长胖 所以我在很年轻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注意 吃饭啊什么的 都很自律 教教他们 你看他们一个二个肥的 你看 在做的还真都是挺美的 除了李群比较瘦点之外 其他的几乎都发腹了 就是控制饮食 怎么控制 教教我们 那我要说 现在就是不健康饮食 大家会说我 什么胆结石什么的 我这不吃早点 你能做到吗 我一直不吃早点 因为起得很晚 但我终于有伴了 然后中午吃的也很少 经常有时候就拌一根黄蜗 一个鸡蛋就是我的那个营养了 然后喝一点粥 所以我身体还真挺好 我吃水果啊 这些营养鱼啊什么的 鸡肉什么的 都是基本的营养是够的 肯定啊 我们有时候拍摄抖音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乐退足 这个账号 我们刷到过 我们也直播 现在奶奶们也时忙直播带货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不提倡 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不健康 特别是我这种不吃早饭的 老说胆结石 实际上我家先生是天天吃早饭的 他是胆结石 我呢现在非常 而且我呢 我觉得我是有个健康的基因 因为我的老妈妈95岁了 现在还很健康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刚才想问问题的 想请教一下 如何保持美之道的 我想问你们穿的是高跟鞋吗 肯定啊 哇 这根子也不低 哇 好厉害 那你们这个 对 走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有腰疼啊 或者是怕万一扭到了 有着担心吗 没有 我练这个已经有十 十一年十二年了 十一年 就穿着跑都行是吗 可以 反正走 谁吃饱了撑的 穿着高跟鞋跑啊 走快不可以 不跑 先生上台来嘛 和我们一起走也 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来来 走一走 年龄也比较匹配 再来两位男士 来来来 潮汐徐蕾 来 那个丽大爷 你把你的背直一点 这是我也觉得 我还没有他们直呢 对呀 你那个背真的是弯的 来 听凡奶奶指挥 这么样看觉得 昊阳这会儿特正经 好和谐啊 他人家转得像个模特 感觉昊阳处 就哪儿 除了脚会动之外 哪儿都不会动了 来呀 什么叫僵硬 这就是丽浩阳 这就是丽浩阳 潮汐啊 这两步走的 真的比丽浩阳好 孝心了 对 潮汐走错婚礼的脚步 潮汐一个粗暴的男人 终于变温柔了 红色我已走过 火开中国 美的幸福的面容 须雷有点荒唐 雷哥你别怕 我们雷哥走得特别好 今天都没有顺过 顺了 这就是一种顺步 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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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坏人 影响别人走台 来我们请三位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说一下感受 来 潮汐你先来 我觉得我有点像那种 跟一个厉害的妈妈 在一起走路一样 然后管得我 这个束手束脚的 大气都不敢喘 我在走的过程中 完全没有觉得是一个 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走在我身边 我觉得就像是一个 年轻的模特一样 她的整个的气质 还有的穿着 包括她跨着我的胳膊的时候 那种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就像是 走在梯台上一模一样 我其实是一个 特别被照顾的那种感觉 这位大姐 其实一直在告诉我 应该怎么配合 什么时候开始走 因为我不太走舞台 就是我是特别紧张的 但是在这种 被照顾的感觉 其实特别好 就是走着走着 你会有幸福感 谢谢帅哥 他没叫我老奶奶 我特别高兴 叫我姐姐 有人我在工作单位 老总都叫我姐姐 我觉得你们在 走台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感受 就是千万不要 拿年龄来说事 好像在刚才走学的 过程当中 年龄的优势 根本不屑一提 其实岁月的沉淀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气势压人 这种岁月的沉淀 真的是 不接受反驳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无论你平时气质有多好 你是一个 学高八抖的人 但是在刚才的 这一流转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 岁月的美好 来 首先谢谢三位男士 谢谢 来 我们请三位女士上台 谁愿意自高奋勇 我要跟凡奶奶走 走出了青春的步伐 对 我觉得有一种 女大不中流的感觉 女儿太大了 难道这是一对双胞胎吗 这是礼群穿越了 哇 太温馨的场面了 这个姐妹花 哎呀 你们两个的笑容 一样灿烂 特别美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